贤哥真不是不给面子 而是说小贤这种段位吧 一般的场合已经不能去了 哎 也不想再参加了 但你看交接有招啊 贤哥 那个说你看我想到了 怕你没有时间 但你看兄弟把这话都说出去了 你把啥话说出去了 我说贤哥能来 完之后呢 记人大哥问我 说你来不来 我说你来呀 要不记人大哥也不打算来 说兄弟你看 你也不问问我有没有时间 你就这么说 哥呀 我这不是盼着你来吗 行吧 啊 这个几点呢 上午啊 哥 上午九点五十八 行啊 呃 我尽量赶过去吧 嗯 好 哎 好嘞 啪叉这一料 交接这心落底的 谁都想当大哥 当大哥你得有过人之处 说我就敢打敢干 走不长久 你说交接拿着话 江小贤 贤哥电话这一撂下 他其实没有事 就是不想去参加 场合太小了 哎 但你看 答应人家了 你不能不去啊 说时间和日子 一天一天这么过着 但你看公主岭这边 说当时这个新哲大哥 真就把电话打给张天卓了 哥俩关系还挺好的 天卓也问啊 说他妈这交接跟我倒不是不认识 我也知道这人 他哥长春 我脚子不怎么地 这是实话 张天卓哥公主岭 一是好使 二一个吧 他为人比较轻狂 挺傲的 你说这新哲一丑的 说你看你咋这么说话 哪地方没有好 哪地方没有赖呀 但总体来说吧 交接这人不错 哎 为人处事啥的 挺好的 打电话让我找的你 啊 你就去呗 那找我 咋不给我打电话呢 他没有你号 你说这事你还他妈挑礼啊 你你你乐去不去 你也真的 还怎么八台大叫请你啊 行 那溜的一圈吧 那就溜的一圈 所以他妈正好 最近我也没啥事 再一个你别开车了 啊 坐我车吧 你这 行 坐你车去吧 你那大奔驰挺牛逼 张天卓那时候开虎头奔 相当够用了 说你看这一切都定好了 时间呢 来到这个大后天了 在这个宽城区 白阳酒楼门前 大拱门也立巴起来了 哎 一大早上六点半 开始就张乱 大红地毯呢 两边的李炮 哎 李花 包括当时那二七九 大长边啥的 摆了一大盘子 场面指定是够用 第二里边说 这二三十个服务员 全上门口 穿的红色小漆袍啥的 哎 搁这说咋的 一会准备剪彩一试的 大李炮 门前摆一溜 你说这边宽城的 人当时这帮社会 离的也近 哎 好树春啊 戴季林啊 他们提前都到了 一早不到九点 人就到这边了 也挺有面子的 大伙一瞅 哎 季林大哥来了 戴季林一下车 哎 说手里边的小红打山 说这个人来不老扫啊 啊 娇姐啊 大哥呀 来多少人 也赶不上你一个人到 是不 府裕三哥 李府裕个后边跟子 一瞅也是 说整的真挺好的 之前不知道这九楼啊 说以后有地方呢 啊 也常来 是不是啊 说大庆往过一来 大庆也牛逼 啊 这边大白色灵智 匡郎怼门口 一般人不敢叫他挪车 哎 都知道 大庆哥这脾气暴 晚过一来 说妈 这九楼挺好啊 不错呀 娇姐你开的 我开的 以后常来啊 大庆 这他妈真挺好的 你看这左一个 右一个 包括这边 说其他区的刘俊呢 高湛南呢 基本陆续都到了 而且说当时的郑百兽都来了 孙华山那个兄弟 你说当时长春吗 不老少社会 基本陆陆续续的 哎 能到80%的 正敢大伙跟门口说聊天抽烟 哎 唠嗑的拱拱 娇姐这边也给大伙发烟 说打旁边 黑色四个漆的大胡多奔 二老爵给开车 贤哥坐后排 啊 海拨坐副驾 一共就来三个人 车往门口 哐浪着一停一下 这帮社会都认识 说操 哎 小贤来了 啊 小贤到了 大庆都得跑过去 贤哥 贤哥 一般人都想给贤哥开车门 你有机会吗 哎 一般人都没有那资格 大庆也贼会 啊 啪叉 哎 贤哥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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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 贤哥这一瞅 我啥时候到的 我刚来啊 这不等你呢 不刚 要不早进去了 走吧 啊 过去走走走 一百二手 贤哥这边说 你看 大车上下来了 哎 带着老荀 带着张海拨 往门口这边一来 你就瞅这帮社会 小贤到哪去 必须是焦点 大伙全白手 小贤 哎 哎 贤哥 贤哥 你敢这边赵三都到了 兄弟 三哥 说多展到的 刚来 嘿嘿 说你看这边焦急 贤哥 贤哥到了 说你这一天真的啊 你倒是提前打电话啊 啊 这么大个酒楼 你说你开业了 贤哥管咋的 送点啥呀 来的匆忙 没有啥准备 别挑礼啊 一会海拨啊 给写五千块钱 李钱 说实话 九五年 说写五千 你说他多吧 真谈不上怎么多 但是你要说他少 他真也就不算少了 哎 本身贤哥也不是说 怎么大有钱 说趁几个亿 几千万 说写五千块钱 可以了 那赵三干啥的 赵三三哥来吧 才写五千 大拦马的 他多富有啊 你像其他 像继灵大哥 李福玉他们 来就是两千 哎 两千就不少了 那你说像其他 那个李电奇他们 就一千 正百兽 来就五百 那就可以呗 还咋的 贤哥谈不上最多 但也指定不是少的 这边说你看 等大伙都到齐了 哎 一筹也差不多了 交捷这边一筹表 说外地的哥们 咋还不到呢 这个时候 这门口的车 就已经停不牢少了 像大庆的0至470 跟门口三个七排绕 贤哥四个七的虎都奔 哎 代际里的奥迪100 李福玉当时这个红旗叫 哎 包括当时说你看 李电奇 赵三他们的奥迪100 也都停一大溜 门前也得有二三十台车 那过往的老百姓这一瞅 说这老板不一般呢 这谁开这买卖 啊 长春有名的社会全闹了 挺了不起的 咱说实话 你能给长春开个买卖 把长春这帮知名挂号的流氓 全都给叫过来 那你这人指定差不了 哎 别人都得给你面子 这不都是娇姐的面子吗 你说这边把大红花 哎 这边扯大红绳 长红啊 叭叭叭 大伙扯开了 哎 贤哥必须得占当劲 娇姐跟老白 他俩都得占两边 说你看 位置多么重要 你不知道的 以为他是市委书记呢 说你看 大伙一人分把奖子 那边的主持人一摆手 说那个白杨酒楼 开业大吉 鞭炮齐名 捡彩 大吉 多么 小说 那边的主持人一摆手